屋頂消失 鋼筋外露 就連外牆也只剩下半截 勉強可以稱為屋裡 被圍牆圈起來的地方 全堆滿垃圾雜物 位在高雄左營區 小巷洞裡的偷天座 屋況有溝差 但詢問度卻異常高 以高雄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有建商 或是投資客 插席進去的時候 卡位的時候 那其他的土地 如果有人想要出售的時候 建商或投資客 就可以用同樣的條件 或價格來使用這個優先購買權 看中供有人有優先成購權 吸引投資客建商來卡位 最近透天錯 總土地面積約兩百三十坪 十分銷售六點七七九坪 開價一百九十八萬 換算單坪地價約二十九點二萬元 相較於周邊行情 一坪五十到六十萬 差不多事半價 一般來說會買這種類型的土地 大致上會分成兩類人 第一類人是所謂的建設公司 那第二類型是所謂的專業的投資人士 那大部分都是看重改建後的一個效益 或者是說轉手有沒有可能賺差價 總價不高又有鄰近左營高鐵站的交通優勢 將台積電設廠效應 土地增值空間可期 未來若是改建車庫或是作為倉庫出租 投報率更高 或是等待都更後 房價更可能直接翻倍長 靜新聞總共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很快 記憶 平成 平成 人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